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百看影坛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电影是《婚纱》 本篇主要讲述了身患绝症的妈妈 在最后的时间里与女儿之间催人泪下的故事 女主人公高云是一位单亲妈妈 工作是忙碌的婚纱设计师 经常因为忙于工作而忽略女儿小洛 女儿也渐渐成长为独立孤僻的女孩 影片的开始是妈妈在画婚纱的设计图 一个充满幸福的画面 随后便是本篇《下雨天》埋线第一场 小洛因为忘记带伞等妈妈放学来接她 并且用自己的衣服为女儿遮风挡雨 车上妈妈非要女儿亲亲 看的观众也十分尴尬 随后经过一系列琐事的描述 认识教权馆长大叔 暗示芭蕾学校内情朋友家追债 高云突然对女儿非常的好 带她吃饭 买游戏机 换电视 甚至熬夜为她做郊油的紫菜包饭 他们去海边骑摩托 感觉每一天都想用满满的爱 来填满女儿的生活 妈妈态度的转变 虽然影片前面有伏笔 但还是略显生硬和突然 让人突然幸福来的摸不着头脑 结果妈妈终于在母亲的 即日聚餐上晕倒了 观众这才恍然大悟 开始跟着剧情 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开始了催泪的旅程 妈妈始终对女儿隐瞒着病情 想在最后的时刻 将这辈子所有的好都给女儿 期间因为女儿与同学有矛盾 还被请了家长 原来孤僻又有洁癖的女儿 在学校里并没有朋友 这样妈妈更为担心 两人晚饭时便争长起来 女儿说没有妈妈我也可以一个人生活 妈妈说你根本不知道 一个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后来妈妈把自己关在家里 非常的自责和内疚 说自己应该对她再好一点 走出房门的妈妈听见女儿说 在变成老婆婆之前都和妈妈在一起 两人抱住在一起通哭流涕 催泪第一波从这里开始 随后聪明的女儿经常发现 妈妈在厕所里吐 吃了很多的药有了不祥的预感 结果在旧母处得到了证实 结果女儿也选择了隐瞒 隐瞒自己知道母亲将不久离开自己 懂事的她开始实现 妈妈曾经说过的愿望 希望女儿交到很多朋友 和看到女儿跳芭蕾 于是经过多方的支持和不懈的努力 女儿也试着和曾经吵架的朋友道歉 带她们去医院看妈妈 努力学习芭蕾 并在台上表演给妈妈看 在电台为妈妈留言 最后的妈妈听着女儿的电台里的表白 彻底的睡了过去 早上起来的女儿不愿妈妈被打扰 自欺欺人的叫妈妈多睡一会儿 也执意拒绝医生进去看妈妈 结果还是在真相揭开的那一刻 崩溃大哭 看得人着实心疼和伤心 影片最后 妈妈离开了 为女儿留下了一件婚纱 女儿也学会了下雨天自己带伞 变得坚强独立 套路还是韩剧惯用的绝症套路 只是这是发生在母女之间 而非情侣 所以泪点增加了许多 多的无非是观众的疫情作用 影片故事叙事荣杂 不断纠缠于表达妈妈的依恋不舍 和女儿的懂事 不依不饶重复渲染 不过清醒的点 确实戳中了很多观众的死穴 加上韩剧惯用的催泪套路 必定会收获许多观众的眼泪 总而言之 套路是一般的套路 感人也是真的感人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